一些知识分子会说 研究因果那个太落伍了 那个太跟不上潮流 会不会 我们要知道 这个因果是铁定 我们研究不研究 那个因果都一定在运转 那假如说 这个不相信因果的话 那连呼吸也不要 我们为什么要呼吸 呼吸才能够活下来 对不对 所以呼吸是因 活下来是果 不相信因果也不要吃饭 我们为什么要吃饭 才能够活下来 对不对 所以吃饭是因 活下来是果 所以我们有没有在因果之中 很明显的 都在因果之中 绝对会有 货学都讲 现在的这个事态原良 就是人心不古 我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 都不能乱看 有时候我们那个 那个黑知识 我们的目标 黑人照去买 用白人来看人会怎么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很惨对不对 有没有因果 真的就是很明显的因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尤其我们修道 一定也要相信英国 我们努力修了 进入真理世界了 就可以成就 可以成佛可以成道 可以脱离六道人回 是不是有英国 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 为会奏来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落入三二道 有没有英国 很明显的就是有 我们了解 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去体会 这些英国真理都在 所以我们不要 千万不要起那个歹念 因为起歹念以后 我们会去做 尤其我们最不容易发现的 就是我们有贪嗔痴 各位有没有 那个贪嗔痴都不知不觉 它会冒出来 我们不加以羞耻的话 还不知道 经过我们努力 自己能够关照 把外放的注意力收回来 来关照我们的心性 这样修道会进步很快 很快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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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